这是一件令无数人难以接受的决定 1985年徐世友在南京病逝 可邓公却下令三不准 不准办葬礼 不准宣传 更不允许立碑 许多将领为此怜悯 想要为徐世友讨个说法 可却遭到了邓公的驳回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徐世友自幼便在少林求义 学成回家后 一天饥饿如愁的徐世友不慎失手 将当地的恶霸打死 为了不连累家人 徐世友便决定远走他乡 选择了参军入伍 战场上徐世友奋勇当先 凭着赫赫战功身受上级肯定 后来他被授予了开国上将军衔 可谓是我党元老级将颜 半生戎马的他 不仅为革命事业立下了汉马功劳 还在建国后贡献斐然 按理说他的追悼仪式 就算不是规模壮大 也应该有一定的规格 可令人没想到的是 徐世友去世之后 邓功却下令不准举办悼念仪式 那么这背后究竟有何隐情呢 他是我军开国将帅中 唯一一位没有葬礼的将军 而究其缘由接引一个孝子 徐世友是出了名的爱国将领 同时他还是个大孝子 自参加革命以来 他唯一放不下的便是自己的老母亲 因为前线的战事紧张 整个革命时期 徐世友都未能回乡 看望过母亲 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 他才将老母亲接到了身边 看到母亲斑白的双臂 徐世友心痛不已 竟当着全军一百多名战士的面 跪倒在了母亲的面前 新中国成立后 徐世友被调任为了南京军区司令员 工作愈发的繁忙 因为未能见到母亲的最后一面 于是他来到母亲的墓前 表示自己去世后 一定葬在母亲的身边尽孝 而当时毛主席正倡议火葬 还带头签署了一份火化倡议书 许多领导人也全部签署了这份倡议书 只有徐世友拒绝了此事 坚持要土葬 尽一尽生前未能尽的孝道 那么邓公对此作何反应呢 他是全军出了名的大孝子 开国上将许世友 他一生戎马建功无数 可中央却为何连一场追悼会 都没有为他举办呢 许多党内元老纷纷为其请愿 也被邓公一一驳回 其实早在毛主席首次提出火化倡议时 许世友便始终坚持自己在死后要土葬 1985年许世友在南京病逝 当时全国都在实行火葬改革 许世友的土葬遗愿令邓公犯了难 他十分理解许世友想死后与母亲葬在一起尽孝的心情 可改革政策如火如荼 经过再三考虑 他最终同意了许世友的土葬文件 并特别批注了三不准 不准举办追悼会 不准宣传葬礼 不准立碑 当时许多将领对此反应十分激烈 直到多年以后 众人才明白邓公的良苦用心 就这样 许世友的遗体被秘密运输到了河南新县 葬在了他母亲的身边 如今徐老将军终于如愿 永远地陪伴在母亲的身边 向忠孝两全的许世友老将军致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